你好,今天是2023年12月31日 想跟大家讲一下财经新闻解读 未讲新闻解读之前想跟大家讲 我现在开了一个公告群组 按下的声明就可以连结到 在群组里面每天都会发放一些截图 看觉得有用的就给大家分享 还有今天应该是最后的形式 就是用音频去讲 可能要出样子 因为被youtube警告过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未来1月20日 就会有个线下聚会 在群组里面都会有通知 还有在youtube的讯息里面都放在这里 有兴趣的麻烦就是 跟那个指示 就是去报名 还有给钱 因为都要去同一个餐厅 去确认人数 那越早确认的时候 就会更容易安排一些 那说回2023年 那其实都做了很多东西 尤其是公开演讲 做教学 这个是 我想比2022年更重要 因为我来看回Facebook的回顾 那我就说了2022年就是演讲年 那其实2023年都是的 那就是 还有2023年就是在那个 youtube 那那个人数增长呢 是比得是几快 即是增长了几千人 那是比我想象中 想說回現在2023年,2024年,會不會跟2023年的情況那麼淹沒呢? 因為在說2022年,2023年,其實都是很淹沒的 那你在術數都會看到那些疫情影響,都是令到比較惡搞一些 但是接下來就是2024年,就是踏入春節,變了走一個叫做甲運 那甲呢,即是在紫微斗數裡面,我們就是看那些天干 那天干,即是甲月秉丁,無幾根身淫葵 那甲呢,即是他們每一年的紫微斗數,就叫做四化 即是那些星呢,就會是化綠,化拳,化科,和化技 即是每一年,他要去那幾顆星呢,就會是有不同的 即是化綠,即是說的是好事,賺錢,化權,即是說權力 化科,即是說名氣,化技,就減弱,即是叫做不是那麼好 那麼在甲連呢,就說著叫做,叫做廉破母羊 即是廉精星呢,就化綠,破軍呢,就是化拳,武曲呢,就是化科 那麼,這幾顆星呢,去化了,叫做,叫做,我們叫做六拳科技 化了之後呢,他進入去不同的工位 其實每一年,那個榴槤,大家都是這樣的 即是都是這四顆星就是化,那麼你看看這幾顆星,化下來 你是哪個工位,如果是廉精星,化入你的財白宮 那你就會是順一點,如果太陽化技,是化入了你去財白宮 那你就會是辛苦一點,那麼這個是最簡單的邏輯 那所以,為什麼那些人去看榴槤呢,其實就是講著這一年裡面 那些星呢,在哪一個工位,那因為每一年呢,他都在那兒移動的 那其實是在看著這件事 那麼,太陽化技呢,就講著,叫做,譬如在我自己本身為例呢,那我太陽化技 但是,接下來呢,我就化了在財白宮 那即是,如是什麼呢,即是,如是,是會很牢碌 但是,又賺不到錢,那即是,有機會,做很多一些講座啊 或者是一些東西,沒有錢收啊,還要是周圍牢碌碌碌啊 還有呢,那個,不要去那麽張揚啊,那些名氣啊,要去減弱一點 因為,有機會,會是帶來的負面 那這個是,接下來,即是那個榴槤呢,預示給你的訊息 即是那個天,要你是要去這樣做 那這些就是,即是,榴槤呢,即是要去注意的東西,譬如你太陽化技 即是,你去了兄弟公,即是可能你跟兄弟那個感情啊,是會要小心一點啦 即是,每個,落在那個公位裡面呢,都會有不同的想法的 即是,譬如你在,譬如太陽化技,那顆星落了在夫妻公 那即是說呢,可能是會有一些問題啊,可能那個配偶裡面啊,有些健康有少少問題啊 或者是,那個關係裡面呢,就會有一些爭拗啊,覺得有些委屈啊,不同的東西啊 那就是,嗯,即是,都是化技星落了去那些公位裡面,即是大家表示,即是要去小心一點 即是你化下那些,那些好東西的那些,反而你會沒什麼所謂啦,自己順著去啦 但是化技的時候是一些阻滯的,那通常,看榴槤呢,都是會是,這些會是著重一點的 那,那除了,嗯,講這個,榴槤呢,那我想講,明年呢,其實大家,嗯,念精星化六 那那人是會積極一點,即是說,可能是過了農曆年之後呢,全人類的那個思想呢,都是會是變得積極一點 那就是因為,你過去那兩三年,是這麼閹門,閹門都夠啦,夠的時候,又是一個新的,嗯,九雲的開始 大家又想要去做一些突破,是另類,即是集體,是會有一個新的思想 那麼,那麼很多人,有些人就不相信,是說,為什麼會這麼有趣呢,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呢 每一逢的叫做,十五呢,月圓之夜呢,最多是什麼案件呢,就是風化案 那就是說,那些星的近,即是近月亮,嗯,有個穿月在那裡,那都會影響人類的那個思想呢 那麼,何況那些星的運行呢,你說會不會影響人的思想呢,絕對會啦 就是太陽黑子,那個強和弱都會影響人的思想 是不是九星連珠都會影響人的思想呢,我覺得是會啦 就是,不要以為人是一個單一的物體啦 那麼,有時候都會有些共振,是會令到全人類的思想會受到改變 那麼,接下來,2024年呢,可能是會積極一些 就是,未必是我們看得到,那個市是不是會太差呢 會不會有些活力出來呢 有機會有,尤其是在兩樣東西那裡 香港現在是推出一個叫做,投資移民計劃啦 那麼,很多人在那裡盯著這一盤生意 尤其是,可能有些人會忽略了一個叫做,他可以投一些叫做LPF Limited Partnership Fund,即是有限合夥基金 那麼,有限合夥基金是什麼呢 我們是說,兩年多前呢,香港呢,就在公司註冊署裡面呢 就通過了一個條例,就是在香港可以成立有限合夥基金 那麼呢,希望呢,就是跟那些BVI啊,那些離岸公司呢 就去搶這些生意 那麼,其實大家聽到LPF以為是很高大上的東西 那麼,其實,它是跟有限公司分別不大啦 你只是當它是一個載體啦 可以當它是一個前欄那樣啦 那麼,LPF最大的,就是跟其他叫做 外國的合夥基金一樣啦 就分開一個叫做GP和LP GP是什麼呢,就是叫做General Partners LP是什麼呢,就叫做Limited Partners GP就是,其實有兩個角色啦 可以是發行人啦 可以是基金的管理人 那麼,它是可以收取基金的行政費用啦 還有呢,就是那個叫做Performance fee 就是那個表現費用 通常就是說220啦 或者是1啊,15那樣的 即是說,每一年可以收到1%或者2%的基金價值的管理費啦 接著呢,如果是有錢賺的 可以分15啊或者20%作為它的報酬啦 那麼,這個呢,就是講GP LP就不同了 LP呢,你只是叫做投錢而已 賺錢你才有一分 那麼,這個呢,就是叫做有限合夥基金 那麼,為什麼要說這一點呢 因為在那個投資移民計劃裡面呢 現在說的是3千萬 300萬呢,就一定是被政府呢 就敲了腳骨了 就是說,你一定要去投它 香港投資的公司裡面 政府的,香港投資公司裡面 就是投一些科創、創科 那麼,這個最終的表現呢 不知怎麼樣的 那麼,另外那2千7百萬呢 可以投股票啊 股票的發的債啊 跟著就可以,另外可以投最多1千萬 就是非住宅的物業啊 跟著LPF呢 也是其中之一個 或者保險公司的投資關聯產品 那麼,LPF其實就方便了什麼呢 就是方便內地人呢 如果他不想經歷其他人去幫他投資的時候 他就可以選擇在香港開一個LPF 將那2千7萬放在這裡 那麼,不怕那些人呢 就是亂搞他的錢啊 好像十年前那樣啊 去買一些香港上市公司的債券啊 最終來變垃圾啊 那麼,這裡呢 我自己看,這裡是有一個幾大的商機在裡面 那麼,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就是講著 那個專才移民 那麼,放寬了很多 叫做,下來去 就是說你有到什麼學歷 你下來找到工 那麼就可以拿到一個 香港的暫時的身份證 那麼,但是又是出現一些問題 因為,你知道呢 內地好人太多 有很多人是想下來 那麼,內地一窩蜂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 中介會湧現 中介湧現呢 就會 亂答應很多事情 那麼,他沒有所謂 他在,你看到很多在小熊書那裡吹啊 然後就說,很容易拿到香港的身份證 那麼,你就哄他 其實拿是拿第一回合的錢 可能拿幾千元 那就說,很容易拿得到 但是,是不是呢 其實,很多人 想著是靠造假 譬如,什麼呢 也都沒有想過 會不會 在香港那個 在那個 在那個 留香港的時間 那麼,如果你那七年裡面 留在香港的時間不多 根本你是沒有機會拿得到 那麼,他們又吹噓有辦法 就算你七年 很少時間在這裡都可以的 那他想著騙你 就騙你那個前期錢 第二 就是虛報那些工作訊息 又虛報一些叫做住址證明 又跟著 去打分 其實他在這個叫做移民局那裡 就是在那個人民日經事務處 有一個打分的 就是讓你去猜一下自己 有沒有 可能是 來到香港 那 內地的中介 就直接 自己做一些假的網站 就 給他那些人去登入 就去打分 那他去打分的時候 那他當然是說你的分數夠 是令到你希望呢 就是去 去給錢跟他 那可能之前那裡 第一輪可能收你幾千元 洗濕你的頭 跟著就說會前程去協助你 那那些騙徒慣常手法 就是得手後解 跟他無蹤 拿了你那幾千元 那就算了 幫你搞了第一輪 在那裡亂填些東西 把東西放下去 那收你錢就算了 那這些 就是內地有一些 叫做良友不齊 那一定是會有人去做這件事 那但是接下來這一年 就是這個專才 我想都會是幾 相對來說 在香港會是 或者是跟內地裡面 有一些幾大的生意 因為很多內地人都是想去開眼界 或者是用一個最低的成本 是下來香港去看看有沒有機會 還有拿香港的身份證 那這個也是可能在接下來 就是香港會出現 會有這個業務在這裡 那第三我想說 其實就是在 有其他不同的群組 有一個群組就是很多教授 博士 在那裡討論 就是好像那些維園阿伯 好像 因為很多是上一年多 六七十歲 都沒有東西談的 有人開到的話題談 就在那裡 在那裡說 討論一些 譬如什麼 中國喜歡抄襲 中國喜歡造假 中國的很多東西 都是靠補貼 那永遠 就是有些人就是很 對西方的 就是覺得西方永遠都是對 西方永遠做的東西都是好 中國做的所有東西都是不對 不好 有些東西 那 其實 說真的 就是無論東方 西方 所有人類都是這樣的 都是 都是 一直都是抄襲的 就是西方就是拿 中國的四大法令 即是說粥粉麵飯 就要來抄 那些指南針 火藥 那些就要來抄 那 反過來 今時今日 中國去拿外國的科研 來抄也是很正常 那跟著 為什麼中國 和外國的分別最大是什麼呢 中國人口更多 他們的應用場景 就比較全面 還有它可以令到那個叫做生產成本 是大幅下降 那所以他們有他們的優勢 即是抄了回來 譬如電動車 抄了回來 他們去改良 現在中國製造的電動車 我想不會比外國差 那 你 沒有問題 即是你將那樣東西去改良 去令到它是可以落地 我覺得 問題不大 那 跟著 補貼 即是 每一個國家 都會想一些政策 是盡量是 對它是最 顫抄的 那 外國 都有糧食補貼 出口 這些是很 私空見慣的 那第三 就是講著造假 那 不只是中國人會是造假 即是譬如瑞幸造假 那 你 外國都有 即是譬如 以前 美國的安農事件 是可以搭一個虛假的交易 場景 是去騙人 那 那 馬多夫 那麽大的基金 又是造騙案 那 那 即是 譬如以前的 Volkswegen 在那個 汽車減排那裏 也是造假 現在 大法 車廠 也是造假 那 接著 百姿戀人 那個 製造 過了期限 改了生產日期 也是造假 那 那這些 根本 人類就是有這個 劣根性在這裏 那 沒有分 東方人 西方人 那 人類裏面 就是自然 在那個 Normal Distribution裏面 就是有 部份人 就是造假 有誠信的人 亦都有造假的人 就不要去將它 分開 那個 叫做 種族 是 什麽呢 我是贊成 始終都是那句 你站在外星 不要在這個時空 不要在這個地域 去看這個問題 那你便會發現 根本這些問題 永遠都會是存在 很多人整天都會 在那個時代 以為是那個時代 是唯一的標準 是最先進 那你說回 四五百年前 那時候的人 都會覺得 它是最時貌 最有潮流 那時候的科技環境 是最先進 一模一樣 那 去到今天 都會是這樣 那你回顧回看幾十年前 你就會覺得 搞錯啊 那些這樣的 什麼電腦 8086 80286 80386 80386 什麼奔騰處理器 到今時今日 以前 就是一間 記憶體 一間房那麼大的 現在一隻手指甲那麼小的 那個進步 是快到你 不可以想像 那這個是在講一個叫做基點 的問題 那 那 這件事情就是 大家 要去 思考 就是 不要只是用一個最低層次的思維 只是想著 東西方 那 如果你拋開這個思維 你會看東西 會覺得 抽離看 那太陽底下 就是 這二三八年 就是西方壓倒東方 那 在幾百年前 在 波斯 或者 叫做 阿拉伯國家 是被 歐美 先進的 那 這個 就是幾百年前發生的事 那 將這件事情 抽離看的時候 就會一個 平常心 那 那 那 再講 就是想多一點 小知識的 就是講一些叫做 公司的估值 那 你去 去買買生意的時候 有 不同的 估值方法 那 最常用的其實有五種 有一個 就是講 我們計了叫做 PS的估值 計個 Sales 就是 你 公司的價值 就是 看看你做到多少生意 那 那 通常就是一些 公司未賺錢的 好像 那些互聯網 很多年前的企業來講 它 只是計到那個 Sales 那 有好有不好 好就是 如果是看到那個 生意 多 那你就 大了 但是 賺不賺錢呢 就不知道 靠呢 就是靠做大了生意之後呢 怎樣去將那個成本 就是去降低 那 第二個呢 就是PE 就是講你那個利潤 就是 現在 譬如在上市公司 經常都會計的 那個 賺錢能力是怎樣 第三個呢 就是講PB 就是講你那個 企業的資產淨值 是怎樣 就是其實你對一些 重資產呢 就會用這個方法 第四種的企業方法呢 就是DCF Discount Cashflow 就是講你公司 未來可能那十年 二十年 那個盈利是怎樣 跟著呢 就是用回一個貼現率 計算一下 現在那個 價錢呢 是幾多呢 那就 那個 用這個方法 就是通常是 計算 就是 給一些 企業 就是 它會很精準 估得到它 未來那個 生意 盈利 再 貼然回 因為可能 未來十年前 未來十年後 那一百元 因為有通脹 有成 計算回 今時今夜 那個 錢呢 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價值 即是未來十年 是值一百元 可能今年 是值 即現在的數呢 是 七十元 那時候 你會 有個價值 就會不同 這個是第四種 計算的方法 第五種 就是跟行業去比較 即是說 你這個行業 大概那個 PE 或者是 是幾多的 那它 就跟回 做一個 Benchmark 就是去做一個 一個比較 即是 還比 即是跟那個 行業 做一個 估值的比較 那通常 都是用這些 五種的方法 去評估一個企業 今天想說的 就是這麽多了 有什麽可以留言 大家聊聊聊聊 拜拜